接着我们来看Blender的预设的操作画面 预设的操作画面叫Default 实际上它是一个3D世界的操作画面 所以通常它是以这个3D View为主的操作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Object Tool 这边有一个Outliner 这边有一个Propties的视窗 在这个预设的3D画面上面 我们一样按滑鼠的中键移动 它世界就会旋转 这时候习惯从前模式的 你一定会看到说这个界面有点怪怪的 我们如果按1 在这边按1 它会进入这个模式 按3 按7 7会是顶视角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新增一些物件 来试试看 新增物件 奇怪我们按空白键 跑出了这个奇怪的东西 从前按空白键就可以用来新增物体 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新增物体 你要按Shift A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新增一个追 那实际上如果你忘记Shift A这个键 你也是可以用功能表这边有一个新增物体的键 那就是说我们新增一个Cilent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1 3 7 这是不同的角度 那当你用不同角度观看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选项 这个NumberPad5的 这个是Othogonal 和Perspective 现在是Perspective的状况 所以Perspective的状况呢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以顶视角看下去的时候 居然它旁边还是看得到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以 以这个Othogonal的情况呢 那它顶视角看下去旁边是看不到的 这是它的差别 那这种Othogonal的情况 在编辑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习惯 Perspective在编辑的时候 看起来会不太习惯 但是在呈现的时候会比较好 那 这是整个Blender的3D的操作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可以再新增一个猴子头 Shift A 好 那 新增一个猴子头 那 这个猴子头呢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 旋转 平移 缩放 所以我按S 按S 可以做缩放 好 那 我把这个移开 那 按R呢 可以做旋转 好 然后 按G呢 可以做平移 好 那 这边有一些view的功能表 那 你可以看 左 左 四角 右 四角 前四角 哦 哦 不对 左右 对 试试看 对 左右四角 前四角 后四角 OK 下四角 上四角 OK 上四角 OK 那 Number Pad Number Pad 0 是相机四角 OK 是相机四角 那 当然 你也可以用快捷键啦 比如说 我这样按0 就可以回到相机四角 好 那 这是 有关于3D的一些 基本操作 接下来呢 一样 你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那你在编辑模式的时候 一样 可以做编辑的动作 那 这个与传统的 方式呢 都是一样的